圓潤繽紛的荷包花 淡雅別緻的蘭花 花花世界的美妙總讓人流連忘返 許多人都會在春假上山賞花 如果想就近走走 或許您可以考慮這間 位於橋頭全年無休的文青峰花市 想賞花或是想替家裡換新裝 其實不用跑太遠 這座位於橋頭的花市 不只有可愛的花花草草 因為過年期間每天都有開放 所以連適合過年的花會也都有 不好意思 請問您今天來買什麼花 就快過年了 想說幫家裡面換一點 比較有喜慶的 像蘭花 荊棘 一些綠色植物 五顏六色的花朵 綻放亮麗色彩 仿佛也在等待著新年的到來 500多坪的開闊室內空間 明亮寬敞的無障礙走道 沒有積水蚊蟲 讓逛花市的體驗更不一樣 也讓客人直呼 之後也要帶女友來 我就看到一些龜背玉 還有蘭花 還有像後面有一些紅色造型的那種 像蘿蔔 好彩頭之類的那個 滿酷的 滿可愛的這樣子 大概九月他們剛看幕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就經過就來 我覺得這邊是很舒適的 通風性也很好 地板也不會都濕濕的 膠水膠都濕搭搭的 這樣到處走起來很不舒服這樣 以後交女朋友要帶來 一定帶來 如今逛花市再也不需像以前人擠人 花市也提供一站式的運送服務 由店員幫忙挑選換盆 還可以直接送到家 不用再大包小包自己搬回家 來我們這邊花市購買的顧客 他只要選中大型的盆栽 配這種噴氣 然後我們就可以免費幫他換盆 然後因為一般客人也載不回去這麼大的植物 那由我們來種植 也可以免除他們家弄得很髒 而且我們換也會有比較專業的手法 才不會說換盆都死掉這樣 比起南高雄 過去北高較少有大型的園藝集市 如今新增了一處休閒花市 也讓喜愛園藝花會的民眾 不需在開車跑個大老遠 或是等待假日才能逛花市 成為北高人的園藝好鄰居 接著李嘉隆 李凡飛高手報導